字幕提供 早啊 今天要開啟我的 冰城米其林之旅 今天要去吃的是福建蝦麵 那就話不多說 好,一起去看看吧 這看起來像是 這個CAD就是 冰城免費巴士 這個去了還有台灣剉餅 有一個豆沙、一個油條 在台灣剉餅的旁邊而已 咖啡 正宗橋頭 福建蝦麵 應該就是這家了 對面是一個 看起來應該是公園 老闆你好 所以先選麵 麵類先 湯底這個 要個大小 這個加料的 好,我要麵加米粉大的 ok 你要加料嗎 下湯 下湯 加加料嗎 排骨好吃 排骨好吃 有吃豬腸嗎 有 要排骨跟豬腸 ok 你要什麼飲料嗎 飲料要白咖啡 冷的 冷的 要少甜嗎 少甜 ok 好,謝謝 好,謝謝 完食 就在公園對面 一定要來吃 超好吃 這另外一間很好玩耶 天氣太熱了 快要繼續商場吹空橋 第一道 我們來逛一下這個商場啦 商場裡面可以換錢 這是 搭地的一床的商場店 做八樓 八樓有地底 快要去 好,吃飲料 可以一個票匠 你好像 好,好 厲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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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塊錢 好便宜喔 它還有這種雙人座位 還有整間都是雙人座位 還有這碗店也是17塊以上 我們好飲料店 放下下 差不多100多元台幣了 就算好了 7點 今天是乾代幣 剛剛只是1塊錢 韓式公園 合同公園的時候 應該是六賓的 卡拉OK 3小時13塊錢 這麼便宜的嗎 5、6、7都是停車 感覺這設計還不錯 想看便宜的人 停完車直接上去 看起來很棒 這有點像 克莉 真的很像 女和美容院 美甲店 四樓和美食公廠 烤雞店 烤雞店 全往3樓了 基本上每一層都有娃娃機 這台幣 這台幣是兩塊馬幣 這磨都是真的不便宜的 我按摩店 看起來很高級 我們來先吃 冰淇淡有熊 可以進去開賬 要討論 要討論 可以去開賬 要討論 我要討論 要費一個 不用300塊才不便宜 接下來還有透明電梯 全網路 最後還有設計 各樓 最後還有隧位能力 這邊可以連接公園大數碼場 有點像彈的過松廠 ICT1 然後小米 他們是一家電器店 成文一樓 現在是禮拜六 年長的不是順土 前往冬服 這才是一樓 下一樓看看什麼 壽西楊 肌肉看起來很帥 現在有個超市 我們出去逛一逛吧 聯絡五合成八塊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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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紙只要十一塊四 巨蛋石的十七塊六 老公總結 這邊還有機騎車 哇 澳洲的餐廳一樣 傻傻的 這樓上睡著了 很難 大館超便宜 這不是紐西蘭的嗎 韓國這個口味對不對 馬來西蘭的風雨 現在超市很不錯 東西超多的 而且價格不貴 等一下有一些餐 澳洲看到粉絲電影 可以用 先去試一下 第二間米其林福建蝦麵 湯還沒好 叫我先進來 今天我是第一個客人 她還要喝 很好 完食 開始了 護穴粉 我點那個青龍 是不是 真的還好吃 所以 我其實很拉悶喔 為什麼馬來西亞這麼熱 然後大家喜歡吃這種 湯湯水水的東西 這樣不是更難下肚嗎 可是我吃的第一家 我會發現 其實東西好吃 根本就無所謂 剛剛那一家的味道 我覺得還好 沒有說特別厲害 我感覺米西蘭的食物就是 第一次吃 會讓我印象深刻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這樣感覺 就是吃過了還會想再回去吃 這個八八八我就覺得還好 而且它湯頭本身就帶點微壓 味道也算是比較重一點 我個人就沒那麼推薦了 但第一家真的相當不錯 現在打算去信氏橋中間 從這邊過去大概十來分鐘 這裡都沒有斑馬線 然後車的量超高的 有家裡料店 裝修的卡拉伊喔 那就是信氏橋了 我們過去看一下吧 信氏橋 信氏橋 這邊兩旁其實都是住家 前面的橋看起來都爛掉了 下面有好多垃圾 我們繼續前往信氏橋吧 我們繼續前往信氏橋吧 這邊也有很多這種小開飯 這邊就是信氏橋 這邊就是信氏橋 這是校外教學吧 第二天 Ин氏橋 你應該是外教津橋 頂級市場 很多個嘛 為人來說沒有更適合 設計的地方 上去哪兒 進去 monstrous 當初 超多位置都在這裡 海上公園 我覺得觀光客可能會覺得 比較有區理 前往下一站 冰城街頭藝術 對面直走就可以走到了 杏州橋對面直走就可以走到了 好了,所以好像太會風看起來不錯 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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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有兩個魚 年紀在不是開始 海外揮次 以及海外揮先 風在發展 白鑽江遇見人生 最後再來個愛情像座結尾 愛情像座有很多的酒吧 愛情像座結尾